台湾猴啃泡面卡滋卡滋的脆脆口感 似乎让他很满意 一口接着一口吃 有的猴把抢来的塑胶带都给咬破了 甚至还有猴子霸占在摩托车上 想找食物 用力想掀开椅垫 翻翻找找 台湾猴占据摩托车自行车 连车主都不敢靠近 甚至还出手攻击 站在路边的游客 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园区 台湾猴猴行性越来越大胆 有时十几只群聚 有的抢食食物 有的攀上车 驾驶车窗没关 还会直接闯进车里 连警车都被突击 猴站在窗户边偷喝远景饮料 也太可怕了吧 这样直接冲进车子里面 这个完全是无法无天 车门跟你们的窗户 一定要把它关好 因为猴子他会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就跳进去车子里面 去翻箱倒柜这样 就算是开车 车窗也得关紧紧 预管处说 台湾猴猴聪明 有善于观察模仿 为了吃的 无所不用其极 避免受伤 千万不要喂食 避免被攻击 食物不露白 记得这么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南投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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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